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 欢迎收看五间总结 我是林子彤 现在和大家跟进内地台本安股市中复收市的情况 先在内地股市方面 上证综合指数跌13点 中复收布3296点 深证成分指数跌52点 中复收布11090点 湖深300指数跌23点 中复收布3967点 创业板指数跌2点 中复收布2274点 看港股 行指半日跌20点 中复收布19723点 国企指数升14点 中复收布6709点 科指就升47点 中复收布3910点 带股市成交半日有589亿多 这节又和大家跟进各业股份 先看1.0新秀例 上年赚多3.5倍 但股价要逆市下跌 集团公布今年第一季 顺利7,380万美金 按年飙升3.400倍 期内销售证额按年升大约4.8倍 由2020年至2023年期间 公司因应疫情停止分派 公司计划2024年可以恢复年度现金分派 但需要遵守股息和分派政策 看看新秀例 今早前股价跌得很深 曾经跌到22元的水平 现在半日跌幅收窄 跌大约1% 中复收布22.9 之后和大家看看油柱行 亦有些消息 被长和资深顾问李嘉诚减持 港交所的资料显示 李嘉诚在5月11日 以均价5.403 在市场减持2249万股油柱行股份 涉及大约1亿港元 物质股量由原本大约1成 降至9.97% 在这个消息之下 油柱行今天有个沽压 但也不算跌得多 半日跌大约1.5% 总共收布5.08元 之后看看停牌的花样年 彭埔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花样年的第二大股东TSL实业 反对花样年提议债转股计划条款 TSL实业要求少数股东和控股股东 应该有相同的待遇 知情人士说 如果谈判失败 TCL实业可能会反对发行新股 报道引述花样年回应 如果TCL反对的话 重组计划可能落空 在最坏情况下 股东将会什么都收不回 大家可以看这些内房的新闻 最后和大家看看MSCI 有少少换码 云音乐获纳入MSCI 中国小型股指数 早段来说股价升得不错 但半日股价升幅 收窄只有3.5% 半日收到82.8% 早段高位去过87.9毫半 另一只同样被纳入MSCI 中国小型股指数的市场添置 反而不兴反跌 下半日股价升幅大 百分之3.5% 中午收报是84.4% 上载低位去过84.1毫半 大家留意了 这次和大家先跟进到这里 回到其他直播环节 待会再见 再见 再见